火山泥除了开发面膜真的一无是处吗 国立高雄师范大学生物科技系荣誉教授王慧一亮 与研发长谢建源利用院槽下区内的灵火山泥浆 经分离萃取之后找到十多种的菌种 其中有一种可促进植物生长与龙龄作用高的 液化淀粉芽包杆菌配合抗UV发酵配方的维生物肥料 经试验成功后申请国内专利 今天在校长吴联省副校长廖本煌的见证下 将此项专利技术移转给雅亮生计股份有限公司 将于今年量产上市 造福台湾农业真正让泥土变黄金 燕草有一个泥火山 那这个泥火山它就是一个泥浆 那从这个泥浆里面我们认为它是没有用的 但是居然它里面是有十几种菌 那其中就是我们找到这一个菌 可以作为农药肥料的这种效果出来 那同时它是一个微生物 它不是像一般的化学肥料或者化学农药 这样的一个对我们环境的一个伤害 对食品安全的一个一个愉虑 农民在释放肥料主要靠蛋铃钾 不过有70%的铃肥无法被吸收 造成成本的浪费 有了这个微生物制剂的菌株之后 可以提高农林效果一克约3800优积 可以帮助蔬果提早开花 产量也可以大幅提高 还具有抗止外线伤害的效果 如果你用这个熔林菌去协助它 把土壤里面的一个无效 不能利用的铃 转成可以利用的铃 那这样的话植物它的品质跟产量 就会大大的增加 那这个成品呢 我们去试用到这个座物上面 这一个跟这一个是用 试用我们的这个A1这个菌 那你可以看到它芥菜比较大 那没有试用A1菌 但是它也有施肥 这个重量就没那么好 如果说对于这个林菌所需要的这个植株 我们可以看到它可以有30%到40%的一个增产 它产生的这一个作物的质量也是提升的 所以我们的这一个配方会保护这个菌 这个熔林菌 它可以避免紫外线的障害 同时它对化学农药也会有保护性 它不怕化学农药 王慧亮也表示 近日政府对蔬果的农药残留进行检测 有许多都严重超标 情况非常严重 如果能够配合此维生物肥料 在开花的时候取代化学肥料 可以大大减少蔬果农药的残留 同时若符合有机的规范使用 也可以达到有机的认证 让政府的化学农药使用量减半政策得以落实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有一个微生物制剂 可以在开花的时候开始 我们就不用化学农药 而用生物农药来替代 那这样的话就根本没有农药残留的余力 你的一个生物的话生物肥料的制剂 它的制剂配方是用食品级的进去 那当然就会被有机农业接受 那这样的话对于有机农业才会有更大的帮助 这一次的季转合约长达八年 雅亮生技公司董事长吴俊燕预估 每年可以生产40吨的产量 甚至更高 从火山泥江中找到郡株也能创造如此的产值 真正让泥土变黄金 Young News记者高雄报道